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一般式這邊 一般式的話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它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就是 AX0 加 BXY 加 CY 平方 加 DX 加 EY 加 E 好 我先說一下 其實它這樣子 當然是它講的是一個通式 可能事實上我先跟你說一下 如果出現這一項的話 出現 BXY BXY 的話 我先跟你說它不會是圓 如果是圓方成式的話 不會出現這一項 不會出現這一項 所以你看到沒有 它就告訴你說一定是B40 OK 好 然後呢 其中的A跟C一定是一樣的 其中的A跟C的係數一定會一樣 否則它應該會變成會變成橢圓 所以這個給它畫起來 然後呢 所以轉化成變 像這樣子的形式 就變成是 X 平方加Y 平方加 DA 加 EY 加 E 但你注意喔 這邊的DEF 跟越來DEF 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這裡A跟C 其實是被約分過的 所以真正的圓方成 圓人一般是應該漲價做比較好一點 這樣聽懂嗎 然後再利用配方法 我要配成這樣的形式 那其實我不建議已經被這個公式 因為像這邊告訴你說什麼 什麼配方叫什麼公式 什麼大圓小圓 你說要有半徑沒半徑 這個其實我告訴你 你只要寫數外結果變成這樣子 看這邊 再寫成是 X 平方 加 Y 減 Q 的平方 假設等於某個數字 我寫 M 好 你就這樣很簡單 配方法完以後變這個數字之後 如果 M 等於 0 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M 等於 0 就是一個點 那如果 M 大於 0 就是語言 那如果 M 小於 0 沒有 就是沒有圖形 不解的意思 這樣聽懂嗎 你不需要變個公式 那有時候公平公式 背面的 你還會那個記錯 到底是誰選誰 你們不知道 所以我不建議已經背那個 你還不 因為我維持原來的配方 配方法就好了 所以你就利用一般式 把它轉換成什麼 剛才講的標準式就可以了 加費啦 我們等一下我們可以做題目練習 OK 好 這個你先看一下